大家好,我是 Peggy Sensei 疫情前最後一次來日本,就是石川縣 三年來一直懷念金澤的美景 果然念念不忘,必有迴響 終於有機會回來金澤 未開始旅程,我們先來聽聽 石川縣官方香港Facebook專頁的小編 分享一下北陸遊的抵玩JR Pass 這張是可以在關西去北陸的PASS 然後去到北陸,北陸即是石川和枯山 可以這樣玩 如果下次可以飛機過來關西的話 在關西直接上去北陸玩就可以了 就用這張PASS 17,000日圓 就可以任搭了 對,任搭JR 去機場這一程,在北陸已經抵抵 又對,兩程已經抵抵了,不是不買 對,兩程已經抵抵了 這張就是我們平時那張 那張比較貴 沒有辦法,但我用不著 所以都是它 出發 這次我們都是由大阪出發 再由新大阪轉搭JR特急Thunderbird 大概三個半小時,便來到金澤站 由金澤車站腳程兩分鐘 就來到這間2020年8月才開業的Hiat-centric Kanazawa 這間酒店看來好像整間美術館一樣 進來房間更加不得了 床頭這幅有金箔裝飾的藍色壁畫 是象徵著木劇的腳印 連窗邊那張梳化床 這間房最多可以容納三個客人 房間裡面還有各式各樣的現代藝術品 真是打卡都打到手軟 好,等先生浸浴 再沖一杯咖啡,好好享受一下 不過現在讓我躲在廁所上沉思一下吧 昨晚睡得超級好 今天一早起得特別早 一來打算去大堂欣賞各種藝術品 這間酒店收藏超過100件藝術品 還有被稱為人間國寶中村位的雕金 滿足心靈,是時候滿足食慾了 這裡的Five Grill & Lounge自助早餐特別出名 一早起床,先來一杯積磨咖啡 還有各式各樣用石川食材做的料理 這個口燒蛋卷和魚餅 還有石川原產的大粒搭豆 都是超級好吃的 這樣也未算了 這裡還可以任點早餐料理 這個和風Benedict 是用米飯來做底 上面當然有水波蛋 還灑滿了鑑魚鬆 未放入口已經裸滿分了 大家好 昨天跑跑跳跳 很不容易夜晚終於來到金澤 昨晚住了這間超級美的 今天也吃了一個非常精美的早餐 健康一天 今天我們將會是瘋狂的 Eastar Bar的子女 女子女 聽說第一站是做這個味噌湯波波 吃完早餐 精精神神就出發 去吧 創業超過一個世紀的Yamato醬油 是日本五大醬油廠 一起來聽聽醬油廠的法績史 這裏是山本騰蟲法績的創業小路 到了21年3月6日 就變身成為花樂園 即是米曲樂園 還有芝士蛋糕專門店 米乳花 Kometo Hana 用今集的香濃牛奶 做出焦糖燉蛋風味的芝士蛋糕 是 嘗試味噌身體好 老師說每天要喝一碗味噌湯 在家裏才做好這些味噌波波 再加入喜歡的乾燥食材 放入雪櫃備用 想喝的時候就拿一粒出來 加熱水 既方便又健康 有否覺得這個簡單的料理很嚴熟 女子力大增呢 我發現我三粒不平均 一粒越來越漸變 一粒最大 息子、父子、母子 家族 做好的味噌波波 可以存放一個星期 回到香港 如果不打算馬上喝的話 記得放入雪櫃吧 在這裏還會學到很多有關醬油 味噌和米曲的知識 還可以品嘗到這裏獨有的醬油軟雪糕 醬油的香味和鹹味 原來和奶香很合襯 午餐時份就來到這裏 喝媽媽做的味噌湯 今集靠近海邊自然盛產海鮮 這間食堂的賣點 就是迎接魚姑們回家的媽媽味噌湯 傳統的味噌加上魚介 煮出海鮮的香甜 這個香香很好吃 這個 真的很香 還有少微辣 日本人的淡淡 辣也有個泡 這裏還是飯糰的專門店 先生選了合桃吞拿魚 還有明太子飯糰 餡料十足,很滋味 提起金澤自然聯想起金箔 午飯過後 我們就來到這間名店 博一朝聖 被譽為全日本最大型的 體感型金箔綜合博物館 這裏並不是浪得去明 看看這個由一萬片金箔 鋪成的前田里加江盔甲 就已經令人嘩一聲了 例行的金箔飾物製作體驗 是就露諷了少少 不過都真是一份不錯的紀念品 這裏是金箔 假如你和先生一樣 甜品永遠放在另一個位置 這裏的金箔軟雪糕 你一定不能錯過 你看看 鋪上金箔那一剎那 真的看幾多次都不會厭 我們有羹 其實文明人是用羹吃雪糕 是淺的味道 但奶很香 其實奶味是好吃的淺味 希望下次再來 會有機會做這個限定版的金箔福神 阿媽比耶 被日本米芝蓮綠色指南 選為一星級景點 在具有1300年歷史的那谷子境內 真是一幅幅立體的山水畫 這兩條木柱 是不是很壯觀呢 原來他們就是古代鳥居的圓形 據說是由樹齡120年的岔木建成 鳥居據說是分隔神域和現世的結界 這個比喻大豐收的金黃色鑄蓮繩 就是那谷子的入口 走入那谷子沒多久 你可以見到這個珠紅色的建築物 金塘華皇殿 裡面有這個高7.8米的 十一面千手觀世音菩薩座陣 除了來參拜 那谷子周圍都是引人入勝的木建築 進入那谷子結界的一剎那 真是好像進入了異世界 可以暫時忘記陳世俗史 離開了異世界 轉眼間我們也離開了金澤 踏入嘉學史的範圍了 一下車就聞到陣陣的炒茶香氣 假如你喜歡喝日式陪茶 那就一定要試下最頂級的嘉賀棒茶 當中最出名的就是這個有百多年歷史的 軟八制茶場 親身來到石川縣本店 還可以在旁邊的茶房 享受新鮮的美茶配合精緻茶點 吃一件蛋糕再喝一口茶 就算是閒話加上 都特別優雅 大丈夫 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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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台湾 台湾 為什麼大家在這裡 這個香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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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著還未日落 速速趕到三代溫泉街 一島明治時代已經相當輕盛的古種湯 由明治時代起 這裡就以共同浴場為中心 發展出很多不同的店鋪 整條街還因為敢於輕盛繁榮起來 還衍生出獨有的溫泉街文化 這座古種湯 其實是由明治時代的種湯複製而成 泉水含有鈉和鈣 是鹽化物泉水 對慢性肌肉和關節疼痛 有治療作用 二樓的休息室 亦有九谷燒裝飾 坐在這裡 真的好像時光倒流 回到明治時代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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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我們房間的私人浴場 是不是很寬敞呢 來到溫泉旅館當然少不了會籍料理 這裡的晚飯和室內設計一樣 都是和樣會睡的高級成宴 對 好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看起來很香 來了 瓶很香 牛肉 是 你只能在日本吃才能吃到入口直肉 真的 這是真的 是真的 又蟹子 又蟹膏 這些片子一定是晚上放 深夜放 深夜放獨視的 你要這麼淡淡肉 真的只有這裡才有 吃到飽也不要馬上浸浴 還是等明天才欣賞一下溫泉的景色 一早起床才來浸一下這個過室小風呂 昨晚太晚check in 都沒有看清楚這裡的風景 原來這裡可以一覽三代溫泉的景色 這個碳酸泉真的不惹小 旁邊還有一個竹林景的walking pool 加上冬天的雪景 真是一個夢幻的畫面 這裡還有一個為女性設置的大浴場 樹林之湯 這裡的溫泉水全部都是流酸鹽溫泉 對醫療神經疼痛 肌肉關節痛 五十肩和怕冷症 都很有幫助 旅館的大堂 還有瀑布景 一年四季各有特色 大家都要親身過來看看 兔年當然要拍照 下集我們一齊玩兔仔 還是讓兔仔玩回頭 來到和倉溫泉有專人服侍 一邊看海景 一邊看神社KO整隻家能蟹 來到青林寺不單要來打卡 還要修心五養性寫佛經 還有石川燕地海鮮的壽司 吃完了真是回不了頭 下一集這麼精彩 記得like、share和comment 還要訂閱Sensei的頻道 我們約定下一集再見 またね